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粵港娛樂 一段時間沒見 Lisa為什麼醜成這樣呢? 近日Lisa七夕品牌活動時的近照 嚇到了不少的網友 你一言難盡的大面盤 滿滿的油膩感 看來泰國在這裡 也沒有逃過可怕的韓國酵母 對著鏡頭微笑時 一張大嘴實力搶鏡 甜美感當然無存 明星氣質斷崖式下跌 難怪被吐槽 這個嘴和往大陸有得一拼 整個人面相都變了 其實Lisa的嘴一直都不算小 只不過以往在巴掌細臉 和清爽妝容的加持下 不顯突出 現在不知怎樣了 臉腫成花臉饅頭 又油又亮 嗯 這個好難平 好想帶一張吸油紙給他 有人變油膩 也都有人變清爽 不大搞笑才女李雪琴 真是肉眼可見地瘦了很多 身板都沒有那麼寬厚 腰部線條也都出來了 甚至連肚腩仔都消失了 也都可以看得出大腿圍縮了好幾圈 這個減肥效果確實是好顯著 瞬間經驗了眾人 穿著白色齊腰上衣 和遠處看青春氣息迫人 滿力滿滿 說是某個女團 都有人相信 瘦身成功的雪琴 好像心情很好 笑得相當燦爛 感覺她整個人都在發光 誰敢想 曾經那個因為身材自卑的女生 現在竟然即身美女的行列 果然減肥才是最好的衣美 賈寧瘦了一百斤 李雪琴又減重成功 你們娛樂圈有沒有必要捲成這樣 中年女星隊伍入面 硬直回春的是酸黎 回春被決是靈靈流回了長髮 不但近天屈柔 變得對眼都不行了 似乎還可以隱約見到在她身上 消失了很久的少女時機青春濫發 但又不純粹是小白花氣質 橫體電體都有種器具非回攻的知識感 一大波音學家都過來抽熱鬧 曬出了各種表情包 掛讚娘娘的新髮型 皇帝都說 腕頻只需略施小計 就可以從得浸心 還有網友把孫禮回春的現象 解釋為鄧超副體結束 真是笑死人了 髮型變得很正常 容貌如果大變樣就有點奇怪了 比如舒唱的臉 一不小心就失去了辨識度 你看看這張照片 這個可不可以認測是舒唱 有些像楊密 還有些像景甜 反正就是不像她自己 根本看不出明星的質感 網紅的味十足 每次現身都會被認成不同的人 比如這張照片 又被看成了胡靖 如果按照常規審美來評價 她都算是枯白貌美 但是就是趕不上來哪裏有些扭計 舒唱都是圈內公認的老演員 曾經出演過孝莊秘史 《天龍百步》 《公所珠聯》等多部作品 每一部都很經典 尤其是校莊秘史入面的董獲菲 微青木獸 楚楚動人 不愧是信至低最愛的女人 而當作憑之硬直 一記絕塵的舒暢 不知由幾時開始 作品逐年減產 現在基本是不出現在觀眾的面前了 反而轉轉直播帶貨賽道 變成千人一面的網紅面 實在是可惜 和成龍相比 湖南衛視主持人汪咸就年輕很多 但是今戀剛好五十歲的她看上去 竟然還不敵成龍的精氣神 老太震懸照片中的她 未拖著背下巴的鬚都白曬 身形消瘦 眼窩還有輕微的塌陷 老大爺般的滄桑感 簡直是要逆漆屏幕 和汪咸同為芒果台一哥的何種 都是五十歲的年紀 雖然樣貌都健老 但是整體的狀態比汪咸要好得多 按理說 汪咸生了一張抗老的面 年輕的時候都不顯小 人到中年都不顯老 慢慢想不到 硬邁入五十歲大關 眼就崩勒 汪咸還要多注重保養 當年火變傳網的行中 超人回內料中 最受歡迎的明星文化 一哥家裡的三胞胎仔 如今已經長成十幾歲的大小火 三個小可愛 廟邊偏偏偏少年郎 手又高又型仔 老大大行和小時候一樣穩重 且不失可愛 人各退去了兒時的康民氣質 雙手抱臂聽著兄弟們說話 變得民正充滿書生氣 我三萬歲還好像以前那樣活躍 開心得和哥哥們互動 網民陰慧地表示 我的互聯網兒子終於長大了 時光飛逝 有人在長大 有人在變老 有人改了造型 有人換了容貌 無論外表變成怎樣 內閣穩定 活出自我才是最後 身在美光燈下的明星 永遠無法躲避大眾審視的目光 但跌落禮服後 就該回歸生活本身 我們普通人都是一樣 不要太在意別人眼中自己的樣子 要努力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 好了 今期我們的節目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不見不散 拜拜